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CC 我是Cherry 这次就迎来了本期的 开始 开箱 那我们之前不是说要 给大家上一个 伦敦的Vlog吗 结果到现在呢 因为我的相机坏了 然后呢CC前阵子又出去了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完成这个交接 然后这个Vlog就有点 迪累 这一期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了什么 因为Chanel已经 那个Pre-Fall已经开季了嘛 我好像听说Pre-Fall这一季的Chanel是 在老佛爷在世的时候操刀的最后一 反正不出佐料肯定又是个包 那个衣服还没有下手 还没有考虑说要买 我们去看一下 嗯我也不知道他买的什么 所以我也很好奇 感觉挺拉眼睛的 真的吗我也不知道 嗯但我看这个应该是个小包吧 应该 嗯是个小包 你们看这个盒子 嗯对吧也不大 那打开 山茶花 不变的山茶花 带子什么时候换成这种仿布的了 不是那种断面的 好像是对了 成了这种仿布的带子 嗯 嗯 哪个方向 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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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小的包 小小的包 然后打开 它还挺厚的 厚 挺厚 就是挺厚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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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的 你摸一下 你猜它是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穿得出来 然后是鳄鱼的CF吗 嗯 但是它不是真的鳄鱼啊 嗯嗯 它是鳄鱼鸭文 那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袋子为什么来了一个这么大的 对啊 是因为我说那个感觉挺厚的 哇哦 是不是有点拉眼睛 哇哦 有点金灿灿 有点土豪 特别像迪拜人民所喜欢的那种 金灿灿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连这个也是金的哦 对 它整个就是全部都是金的 嗯 那拿镜给大家看一下 嗯 这是今年新出的 嗯 鳄鱼鸭文的mini CF 嗯 其实近看大啊 远看那么才挺小的 就是正常的CF的尺寸 现在我们来先说一下它的外观吧 它的外观呢 就是大家就看了 就是就这么金 通体金色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脸拉眼睛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厚度就是比较 就你感觉比较维持 因为这感觉比较硬 对 它这个比较是比较硬挺的 嗯 然后这个鳄鱼鸭文呢 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季 PREFOR就是主打的一个皮料 它这个是用小牛皮压的 所以呢 它其实是一个牛皮的包 只不过给它压成了这种鳄鱼纹 可以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鳄鱼纹就是上面还有鳄鱼纹的那个纹路啊 气孔什么的 其实都做的挺逼真的 但是你还是能看出来它就是一个压纹不是真的鳄鱼皮 然后它五金方面的话 你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它前面这个五金的这个部分呢 是有点像那种做旧的浅金色 嗯 不是那种亮面的 是这种雾面的 然后上面有做旧感的 就有点像那种比较老的 vintage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嗯 然后它的皮链的话也是这种金色的 它这个金还是有一点那种 嗯不是特别亮嘛我觉得 它也是那种淡淡的金色 不是那种一般你们看到的那种如有的金色那么的亮 这样子是暗暗的那种 霧霧的那种 对 然后这个金色的包呢 我是之前就在网上看到的 然后它除了这个尺寸还有一个小号的CF的尺寸 你的包柜里面呢是没有这种尺寸的CF的 所以这次呢我又没有看到别的合适的颜色的CF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只金色的 那我们旋开看一下它里面 那里面的话呢也是这种金色的翻盖 然后就不是压纹的了是比较平整的金色的牛皮 然后在里面的话是这种黑色的皮质的里面的隔间 这里隔间里面它后面有一个小口袋 好像太黑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这个有一个黑色的口袋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拉链 看拉链的 对它有一个小隔间的拉链 然后里面是这个身份卡 就还是依旧把它放在里面 内部构造很简单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CF都有的这个小袋子 对 我自己觉得这个包 嗯 乍一眼看我还真的就是蛮喜欢的 就挺像我的包的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想要买一个黑色的链格纹的 但是那个包很难买非常难买现在 就是几乎就没有看到过 所以呢这次呢这个比较适合的这个尺寸我就下手买了 呃练长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我身高是1米63 练长的话是到我胯这边 嗯好像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长 我也有订了一个就是调节包链的一个扣子 就在淘宝上可能人民币二三十块钱吧 它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子从里面这样子给它扣起来的 到时候我再看一下 如果用包链的用包链调节扣的话 这个包上升是什么感觉 但整体而言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个包的 而且我觉得它可以把链子收进去 然后它画侧上的话就是这样子可以拎在手里当手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可能还可以一包多用吧 等我研究一下 然后到时候跟大家做一个包包的review 然后跟大家讲这个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mini CF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款式 经典的款式呢 大家就是能买到经典的颜色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在遇不到经典的颜色的情况下 比如说像我 我可能就会选择季节性方面比较强的 而且在挑选季节款的这个点上 我自己觉得我挑的皮质类的季节款 要比比如说像泥子类的这些就是可能性大一些 因为我自己觉得皮子类的可能比较耐用 因为泥子类的你可能首先不太好清洗 然后其次的话那个泥子可能会就是会有毛毛 它会祈求的 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于挑皮质款的季节款 那对底部的话是这样子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吧 但我看到这一季就是鳄鱼鸭文有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很火的包 就是那个Gabriel的鳄鱼鸭文的那个流浪包 它好像多了一条那个肩带吧 那个包也是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抢的 那这里呢特别要感谢一下帮我去排队的 我的亲爱的Self 是他帮我排队去买的 所以呢我就特别感谢他 那这支包呢我就介绍完了 后续的review呢 之后可能会再出一期给大家 如果现在他们想要买的话还有货吗 我觉得应该还有货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好像没有像那个 那个另外一个流浪包那么火 我觉得没有那么火 但是是这一季里面相对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买的话 现在去努力一把看看调货啊什么的 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那Sissy接下来呢会给我们看一下 他最近买的一个新的爱马仕的开箱 不是包哦是那个小皮件类的 老陶鲁拉也是一个小型 老陶鲁拉我也没看过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 你看一下我也买了以后我就 当时我没有想要买它 但是我就随便问了一下 人嘛就是不能随便问 他每次随便问都有货主要是 这个人品已经是没谁了 我给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是什么 透明的纸 不是白色的纸 是这个啦 嗯 哇 这招财的一个钱包啊 看一下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那个应该 这个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 每KL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颜色的Burking我会考虑 嗯 25我会考虑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想 他问我想要看什么嘛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绿色 他说绿色东西很少的 但是我说我就喜欢绿色啊 然后他就是绿色红色 对这种颜色 然后他就说 然后我就说那你如果有绿色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他就给我后面找了几个 嗯 也不是几个的吧 只有这个我觉得actually就是绿色 他给我看那个想说这是绿吗 这估计已经是那个 肯定黄的绿色吗 艾卡士你们对绿有什么误解吗 对对 然后我就看了那几个钱包以后 我觉得哇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个这样子 就是个绿绿的 它是今年的新的颜色 是想好的 给他看一下 嗯 嗯 短缓的可以 这边左右是有点不平的 他说你要放了钱进去以后 他才会就是塞了东西进去后 他才能够鼓起来 才会平这样子 打开看看 因为他给我开的时候 就是个新的 他在我面前开的这个盒子 嗯 看看吧 因为我一直都挺喜欢这个凯莉的 钱包 但我是没有买过的 但是cherry是有一个那个 长的 不是跟你们说不要买 不推荐买吗 嗯 但这个短的应该还行 不知道钱能不能这样开放 嗯 我觉得可能人民币是不可以的 就是比较大的钱应该是不行的 小的那种 加币应该可以 塑料的就可以 我这个膜还没有撕掉 有点困难 我先把它磨死一下 这个膜为什么会裹得这么老炕呢 老是 凯莉的膜都长这样 哇 我能硬给它开出来吗 那你买的时候它是怎么开出来的 也就是估计给开出来的吧 哦买的时候我要给你打开看 哦 天呐 我就拿这个开了一下 我也没打开看 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可爱这个颜色 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给大家看一下 哦它是可以展开的 它是这样折开的 嗯它里面 这个里面就可以塞点现金吧 这样子 但你不能塞硬币哦 你看硬币 而且挺深的 硬币可以塞在前面这个口袋上 对 然后前面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本来长这样的吗 不 你要把它摘掉 哦这个是 把它摘掉的 好的 那小时候什么时候这么塑料了 然后 太随意了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放一点硬币什么的 我觉得放硬币会不会太苦了 以后合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 应该不会啊 我觉得它 这么设计应该是 可以让你放硬币 这边也是可以塞一点别的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几个卡槽这样 有几个卡槽 很多个 不是很多个吧 一二三四五个吧 五个卡槽 可以三六七张卡 因为你可以 这里面还可以再塞一下 嗯 感觉好像容量上面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挺够用了 因为它 它它是这样长长的打开的嘛 嗯 所以不用担心你的纸张 伸不开来 你人民币也是可以放的应该 对 但是你可能打开 因为它是你这样子合上嘛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钱呢是在这边的 对啊 不掉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会掉 应该不会 它卷起来 现在都有卡嘛 就是这样那个 哇我吃完了我的冰克林 哇你就只有一点点了 然后 就是很简单 然后 我觉得没什么好特别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如果你真的想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话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应该不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 因为它爱买是在就是 不管长短大小 差的挺少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这反正这是新的颜色 然后这个的话 因为如果你 之前没看过我们之前那个视频的话 我把这个视频打在下面 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钱包的合集 这样子 还有些特别提醒 是我最近新买的小帽子 Lost General 这个是我相对于在国内的品牌当中 比较喜欢的一个牌子 我有买过他们家的毛衣 什么什么那种的 然后这个帽子也是相对于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这样你可以 它实际上是你可以压下去 然后你也可以戴的比较好 你知道吗 可以画家帽 宽一点这样子 就比较好 而且它不像我们另外之前 我上一个视频 我的pack with me的时候 那个帽子一样上面容易沾粉什么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好擦的 而且它可能这个我感觉可能它因为不是那种真实的皮质 所以就比较好处理 它不是真的皮啊 那它是什么东西 我猜它是皮油吧 那真皮吗 我不知道 皮油吗 我不知道 我摸着有点像皮的 它摸着很像皮 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它没有那个的胶嫩 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帽子那么胶嫩 皮的种类不一样 对 那个很容易一划就会有划痕这样 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你知道吗 时代而且好压这样子 这期的开箱在这边结束了 然后希望小伙伴喜欢我们的视频 然后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给我们留言 哦对 还有带一下给小伙伴们的礼物嘛 对然后 然后我们还在纠结到底要买什么给大家 大家的肯定会就是做到的 对 你肯定会就在最近把这个搞了 好的 嗯好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记得给我们留言 可以去我们的Instagram 然后follow我们 然后 然后这支视频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也记得给我们点赞啦 对 然后请记得订阅我们 关注我们 好的 拜拜 下次见哦